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新道体谈消息 2024巴黎奥运英雄凯旋归国 金牌权后林玉婷的家乡英哥 也特别选在今天帮他举办游行 邀请相亲共襄盛举 林玉婷游行车队走到哪里 几乎尖叫跟欢呼声就跟到哪里 他中途还回到了母校英哥工商 人气到底有多高呢 从最终站英哥国中徒步走到英哥国小 这短短两分钟的路程 林玉婷就走了十五分钟 也笑着说仿佛像是走了十五年这么长 是谁一出现就被鼓声欢呼声给淹没 当然是金牌权后林玉婷 回到家乡英哥绕市区游行 逗哪都是满满喝彩 为相亲送上招牌爱心首饰 一旁的教练曾自强也很活泼 两人时不时就一起挥拳相当臭皮 经典乡村民谣一样难不倒 甚至还一度吃起地瓜球 看得出来回到自己熟悉的家 神情也显得格外放松 游行中继站来到母校英哥工商 稍坐停留 车队一进校门就被一队盛大迎接 学弟妹在地居民好兴奋 旗帜看板挥不停 带上花环的林玉婷和教练 走过枪门观赏表演 不过学校准备的惊喜不止这一个 教练 曾经强 大学姐瞬间化身教练 连拳击手套都不用戴 晋升指导学弟妹们打沙袋 亲自传授金牌拳击技术 象征传承意义 只不过时间不多 林玉婷就得马不停蹄 赶往下一站 下了车徒步走向英哥国洲 在街边的力炮声 粉丝的簇涌下 林玉婷几乎无法动弹 连她自己都说 短短两分钟路程 走得好漫长 那应该多小短短的起步路 但是我就仿佛走了 好像十五年的光明 怡怡走访母校 也让她想起这条 走了十五年的全级路 林玉婷抱回胜利 缔造金满贯记录 在国际殿堂闪闪发光 也让家乡与有荣烟 一同喝彩热闹非凡 华尔新闻张人福 甘美新 SG小祖新闻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耳仙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